在花刀區碳步鎮藏書遠村 一群紅拳少年精神逆逆苦苦生威 昔日,紅拳創始人 紅器官第六代弟子譚蘇騰 將紅拳傳至這裏 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 看完這個人,看完這個獎 出齊禮的話,都有三十幾到四十人左右 最主要的原因是 先輩流落內的傳統文化 我們不想去丟失 彭智聰是藏書遠村紅拳第十代傳承人 只要有空,他就會組織大家練習紅拳 2015年,紅拳入選廣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 譚智聰等一批村民就更加感到責任重大 於是大家就相以將紅拳傳承的內容 寫入村規文約 經過廣泛徵求意見 村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之後 施行弘讓紅拳文化 首先硬件要跟得上 藏書遠村在歷史悠久的雲山宮池裡 打造了紅拳舞館 成為廣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基地 現在,村裡擇拳練舞的人越來越多 在三、四歲的時候開始學習的 是在我爺爺的影響下學習這個紅拳 到現在十年了 轉變身體 一齊在武館學習也比較開心 練拳的意義不僅是要強身健體、磨練意志 藏書遠村還將紅拳傳承和香蜂塑造 基層治理相結合 《村規文約》第四章第20條中提出 本村非為紅拳與禁毒教育相結合 現全身教 至少對小朋友講述紅拳健身的好處 和健康的生活習慣 我們村是一個無獨村居 所以藉著這方面 向小朋友介紹毒品的危害 除了禁毒宣傳 紅拳少年的青春身影 還活躍在治安巡邏、敬老、愛老 垃圾分類等自願活動中 譬如政府有時沒有福利 親自叫他們出來 送這份禮去哪個地方 他們很主動 強身健體 弘揚非為文化 去幫助老人 看到有甚麼特殊情況 都去回報給村委 在村規文約的酸道下 藏書遠村將體育和德育相結合 令紅拳成為傳承文化 形心鑄魂的有效載體 令傳統文化和鄉村治理有機融合 紅拳 拳拳生風、蒸氣鎮 而藏書遠村亦朝著建設文明和諧 擅自有聚的美麗鄉村方向邁步前進 文化